台湾问题上面呢 它纯粹就是各自表达立场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问的 关键问题是说 在明知 裴洛西非常非常有可能 访台的前提之下 那为什么拜登跟习近平 还是通了这个视讯通话 如果说你对于所有的 他们现在只是达到了一个控管危机 而我刚才跟就大佬说 为什么民主党 拜登总统他不可能讲 明白的讲这样的话 您很清楚美国的体制 现在在美国的这个部分 它是因为国会通过了 这么多的法案 挺台的力道越来越强 他从川普到现在 川普虽然说蓬佩奥 他们在后期用言辞上面 去做了对台湾一些很有利的做法 比如说取消我们的官员 去到那边的限制等等 但是实质上行政部门 没有批准过一个 就是国会通过那些法案 什么要这个 什么军舰到台湾来 邀请台湾 参加这个环太演习 都没有 可是国会的力道越来越强 台湾政策法 台湾安全加强法 所以对于拜登来说 他有什么能力 他有什么能力告诉你说 你只我们你只什么挺台巨统 他有什么权力能告诉习平说 我们的你只要不介意 我们这什么外部势力 都讲不通的 因为这个是美国总统 没有办法控制的 而这个就是中国大陆认为 你们就是你们美国 你们就是用这些实际的行动 来去掏空一个中国的内涵 基本上老许能这样 就是说老美当然 我们你就从台湾看 你说没有啊 美国也没支持我们独立 从老共角度一定不是这样 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观察 你从蔡英文当选到现在 做了哪些事情 对不对 你的这个 到底你的走向 你的倾向 虽然你没有宣布台独是没有了 但你做的事情 他看不出来不是傻瓜 我都看得出来 北京看不出来吗 你们都看得出来 蔡英文到底怎么走 你看不出来吗 九二公司也不承认了 这个也不承认 那个不承认 而你光台湾这样讲也就算了 老美那边也很多人讲啊 什么一中政策 不要连蓬佩奥都这样讲啊 所以如果你是北京说 你老美这些大官 你都已经讲不要一中 不要一中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两个中国 会一中一台嘛 那就是台独嘛 一中一台的台不就是台独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老美说 你美国讲的是假的 你嘴巴跟我讲爱我 本来跟我讲一夫一妻 你都是骗的 你私下在那边搞什么 你现在跟台湾在那边搞 搞半天呢 你还跟我讲 你还跟我讲是一个中国 所以老共根本不相信 但是老共这样讲了 老美说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 老共就相信吗 他还是不相信 所以老美讲完以后 他就不再搞嘛 他还是搞嘛 所以表面讲一套 私下还是搞 还继续搞下去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